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NBA和CBA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尤其是曝光率上更是不能比较的 不过就在今年夏天 江苏同西队却签下了两名NBA正值当打之年的球员 一名是埃德里安佩恩 1991年2月19日出生 另外一名便是约瑟夫洋1992年6月27日出生 如果说埃德里安佩恩已经成为了一名NBA的淘汰球员加盟CBA还好理解 但是约瑟夫洋可谓此时正值职业生涯的黄金年龄 或许大家对于约瑟夫洋并不是太熟悉 约瑟夫洋在2015年NBA的选秀大会上在第43顺位被印第安娜步行者队选中 虽说在刚进入联盟的时候并打得并不顺利 但是约瑟夫洋依旧能够立足NBA 上个赛季约瑟夫洋为步行者出 占53场比赛 在这53场比赛 李约瑟夫洋场均出展10.5分钟 能够贡献3.9分1.2篮板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非常疑惑 约瑟夫洋为什么会放弃NBA前来CBA打球 或许大家会说约瑟夫洋来CBA打球 只是为了淘金 只是为了赚钱 但是就在昨天约瑟夫洋在接受采访时 却说出了他为什么会来CBA打球 在昨天接受采访时约瑟夫洋表示 我会把我的天赋带到中国 因为这不只是篮球 而是可以通过通过篮球比赛 来帮助不同城市的孩子们 那会让我有机会来展示自己的技术 证明自己可以在任何水平中打比赛 努力获得总冠军 然后再从那里重返NBA 显然从瑟夫洋的这番话里 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瑟夫洋来CBA打球 无非就是为了能够证明自己 尤其是那句我会把我的天赋 带到中国更能够看得出来他的不甘心 说白了在瑟夫洋的心里 他依旧还是梦想 就回到NBA的那一天 不过话要说回来了 瑟夫洋能不能再次得到NBA的认可 最重要的一点 便是他能不能在CBA取得成功 能不能像马铺里一样 带领一支球队夺取总冠军 能不能像马铺里一样 成为CBA的第一位元 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毕竟对于瑟夫洋来说 能不能在CBA立足脚步 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对于瑟夫洋小编想说 那是寄了之责案之希望 瑟夫洋能够给CBA带来不一样的精彩 即便不能像马铺里取得那么高的成就 也希望瑟夫洋能够成为CBA的一名正能量的球员